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猴在树上都是这样 这就是中国人的一个解释 对吧 文道 你知道我现在最近在人情事故当中 我有一个体会 就是说相当一部分人 平常我们觉得这个人特别好 这个人真是可以有特别多的面相 你觉得特别好 是因为你有头有脸 他跟你在一块的时候 他这是笑脸迎人 后来我有机会知道 他在公司里 他对待他的下属 你知道吗 流氓黑老大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 我有时候一想起来 我就觉得非常生气 就是中国社会 在相当一些角落里 是流氓社会 包括某些公司里 你不知道他这个小圈子 习主席说的非常 你注意到没有 习主席说的 其实是不光是党的问题 我认为是中国社会人的素质的问题 就是说习主席总是反复警告 不要搞人身衣服关系 不要搞团团活活 对吧 不要搞这种反动会到门 后来我才发现圈子 圈子是咱们社会一个潜规则 我后来才发现很多我觉得特别温文有理的人 我跟他交往多年 可是后来我有机会知道 他跟他的下属在一起 我觉得怎么这个人他有流氓的一面 而且就是那种 你知道比如说春节 你就知道有些时候 你跟着领导 对吧 你跟领导去喝酒 你要不把你自己给灌趴下 你就真的会失去工作的机会 这种潜规则 你知道吗 包括你要是个女孩 你要是个女孩 你要是女孩 你陪领导出去 不是说领导性骚扰你 这领导出去跟人陪着吃饭 让你干 你不干 你就不给我面子 你知道 我为什么觉得咱们按说都市场经济了 可是仍然有很多地方 你会觉得 他就像一帮小流氓团伙 彼此之间说话 可跟咱们这种交谈方式不一样 那都是互相采荷 我就是说人身衣服关系 你得县媚 你得跪下 你得叫跪舔 你要不按这个游戏做人 这个小圈子排斥你 可是这个小圈子 它不光是业余的 它不光是工作之外的 这个小圈子一直涉及到在工作公司内的 或者说部门内的人际关系 你说中国这有意思吗 你私下里 你不跟我跪舔 那么在台面上 在公式上 我也不给你好猜 我也不给 甚至我给你穿小鞋 就是这个猴 你看 他冲下的 他是猴 你看 要不说我这猴还好点 那表里如一 全世界都有 比如说 插上尸鞋 拍他马屁 或者怎么样 这很常见 但是问题是 你说这个团伙 或者某种的流氓作风 表里不一 我觉得表里不一 倒是很普遍的人类的一个本质 一个前台后台的东西 可是 你想中国这种团伙性质 或者说是对人有一种流氓性情 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看圈子的 就我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特别不平均的社会 就包括人的素质或者发展 你比如说像你刚才提到 说喝酒 比如说部队里头 我们都晓得 曾经有段时间 喝酒真的挺厉害 就是真的是 比如说部队接待 或者什么 真的是那种喝酒的风气很盛 所以他真的是看圈子 但是我觉得中国已经有好几个圈子 有一些商界的或者政界的某些部门 跟部门都不一样 他那个圈子的喝酒的文化就一直在变 我明显感觉到 我觉得这几年很明显的 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现在很多的那种应酬场合什么 大家不是喝红酒吗 对 喝葡萄酒吗 你注意一下他们喝葡萄酒 喝茅台吗 很多都是喝茅台的 这就是我讲的圈子 闻到已经混到红酒圈了 红酒圈子是没啥用的圈子 这就是圈子了 这些圈子喝红酒那些圈子 我是见着他们那些圈子 几年前还在喝白酒 后来喝红酒 喝葡萄酒 有趣的是什么 其实中国人喝葡萄酒这种文化 也有发展出很不一样的地方 以前很多老外 包括中国人自己笑自己 中国人说我们吐气啊 不会喝葡萄酒 什么加可乐加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很多 意大利人 西班牙其实也会这么喝的 那是一种特别的喝法 当鸡尾酒喝 但以前就反正笑我们不会喝嘛 比如装酒 一个杯子 一下装到一大杯装满了 或怎么样 但现在我们是极端的相反了 我现在注意看很多那种应酬场合的葡萄酒 他倒的那个量是少到一个几乎快没有了 就你从西方喝葡萄酒标准来讲 其实是太少了 他现在又过犹不及的少的不像话 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我们习惯干杯嘛 所以你就这么一少 这么一干 可以干掉 就可以干掉 你每次到正常分量的干不起 对干不起了 他就等于把这个白酒的文化移植到葡萄酒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转变 就整个酒精度的减低 而且酒桌上的风啊 闹啊 也跟着随着这种酒量的减少 在减低 对 而且普遍 我觉得有好几个圈子已经开始斯文 但是我知道还是有些圈子 就是会那样 也就是说今天我去很多地方发现很多 比如说一些小孩子啊 怎么样跟着啊 你让他们喝他不喝大家也没什么了 今天其实已经能体谅 但还是有些圈子像你讲那个情况 就是啊 猴眼看人低 我们那个猴的故事 其实我想起上次讲 那应该就12年前了 就是往上是看屁股 往下看笑脸 旁边是耳目 这一晃就12年了 这12年有啥变化呢 我最近反复在琢磨这个段子 其实往下看笑脸 这个比较容易理解 晚上看屁股 其实好多不同的层次 你想想 首先第一个是地位高的人 不用理睬地位低的人 对不对 不用给笑脸你看 第二呢 拍马屁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你看 你去接触他 你只能拍到他的马屁 你碰不到他的头嘛 所以就拍马屁 还有第三更深的意思 你以为你在上面地位高了 很风光是吧 可是下面看到的都是你的缺陷 都是你最脏最看不得的东西 你以为你的最高的地位了吗 你风光了吗 可是人人都在看你的屁股 所以这个图啊 我后来仔细想 猴子是没错的 错是错在这棵树 要是猴子 猴子要是到草地上 到山坡上 到什么地方 他们不必这么构成一个结构 是因为树造成了 他们这样的三重的等级 对不对 左右低方 对不对 但反过来讲 那猴子又喜欢上树 树倒狐生散 我们都知道中国人说 对不对 所以猴性啊 这个中国的人性 猴子喜欢往上爬呀 猴子又喜欢上树 树上有吃的东西 树上有他的亲情关系 还有他的 这个我这仔细在想猴年啊 这个故事我们讲了12年了 你知道我们 我们十年前还讲过一个故事 是这个出自阿诚的口啊 但是当然他说的事 我都不知道真假 就是说那个西南那边 吃这个 你知道有吃这个猴的 对 有些大排档 这个餐馆 在吃这个猴 很残忍的 你知道吗 就是吃猴脑 听说过 听说过吧 这个传说 对 传说 好 吃猴 然后关着一笼子猴 每天呢 这个老板呢 到这个笼子里 抓一只猴 出来 宰 每天抓一个 出来 宰 你知道 如是这般 猴们都清楚了 每天要给逮出去一个 对吧 然后呢 后来就发生了什么现象 这老板一开这笼门 一群猴啊 把一个猴推到最前面 你知道吧 就是你抓他 猴性 这故事我觉得 也挺有意思 我也好像听他说过 是吧 就是 大家 就是既然我们总有一个要挨仔 我们推一个 慢慢的这个权力关系就出现了 我们推一个 也许是最无力抵抗的 或者是最老实的 大家 推出去 你杀他 我觉得这也很硬 这很自然 很多动物其实都是这样 他不是没有那么坏 推出去 但你就很简单 比如说一群羚羊 躲避狮子 或者躲避花豹的时候 躲在最后 对 而且他们那种跑法 那你必然是老弱病残 是落在最后 就被牺牲掉 这是天然的 可是呢 我回头想说 刚才讲树那个比喻 其实我们对猴子这么讲 是有个误解 猴子 其实平常很少 在同一棵树向下爬 它是一个树林 是在可以不同的树之间跳跃 通常是一群猴 各聚三头 当然有老大 但是他们是跳来跳去的 所以我想用这个比喻来重新讲话社会 我想有时候一个社会最大的问题 也许是如果你只有一种树干 只有一棵树干 那就必然形成这个结构 但是假如我有很多树 我很多领域 我没你高 但是我去旁边那棵树 比如说我不当官 此处不留猴 自有留猴处 我不当官 我去做学术 行不行 但是如果你到最后 你连做学问这条道路 也还是一个官本位的 也还是一棵树 但是呢 就是有人说 梁琴责目而弃 其实不能光说鸟 实际上是梁猴 他讲这个道理 是吧 梁猴责目而弃 我觉得选择多一些 人猴就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 是吧 这是我们新猴年的祝愿 起码呢 梁梁三猴行 对对对 有多种选择 所以说就是 三为多嘛 对 三人成重 三人成重 所以要不是小猴 我们也应该记忆一些 所以我们老聚众淫乱 梁梁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然我觉得现在咱们这个社会 得注意根了 我现在觉得大家现在越来越注意 这个开花结果 注意这个结果 这个注意今天的社会就是眼见的成功 他火了他成功了 对吧 但是你看很少说他打哪来的 来历是什么 其实这一点很重要 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上火的成功的人 很多人是隐瞒来历的人 或者说这里边 为什么你看你注意到没有 现在就有讲传承 讲师父 讲规矩 这是一个呼声 包括政治局都在讲 搞政治你都要有政治规矩 你看这为什么规矩这个词 这两年成为一个非常强烈 我认为这是个时代的呼唤 所以一个大树 跟在哪里 所以我今天还有个挺俗的题目 叫做那些年我们的老师 这不俗啊 这怎么俗呢 这是最重要的题目 所以呢 咱们可以先看看冯小刚老师的这个英容笑貌 你再把这鞋给我剪出来 你是不是上厕所也要老师给你擦屁股啊 给你鞋 我给你穿上头了 那倒不用 你这给我扔出来就行了 滚 你们这些害群之马 共学无数 江师父 江师父 哪位同学 赶紧去把咱们工宣队的江师父给请到教授这来 嘿 姓吴队 里边给你不要脸 兄弟那么点事你都不够办 行你等着 笑我 我等什么 你还能把我等下 你不要来这套恐吓和诈 行行你等着 好我还不要了 你回来你回来 难道你会叫人打我吗 你招了车胎 你暗害我不成吗 我没人欣赏你这是破线 演得好啊 演得真好 哎呦 你是从来演技就好 其实你说现在老师怕学生吗 我不知道哎 应该怕不会吧 我听说一个就是这个快就是要毕业的那个学生啊 有人就说这个老师这个发卷子发的慢一点或者什么的 有的学生就在课堂上说别扯淡快点快点快点 就是好像有点不怕老师 但是另一方面咱们的这个新闻媒体一年来给咱们的新闻呢 又让咱们感觉现在老师都快变禽兽了动不动轮间个班里多少个女学生 所以我现在觉得老师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当年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对当年我们那个时候的老师的是什么样的形象呢 留在我记忆里的老师也许有坏的哈 可是为什么我现在都忘了 我想到的都是老师偏好的那些影像 你比如说哎我就记得这个那个时候 我有个初中的老师好像叫王红军 我老师长得像一个憨厚的那个河北农民 啊我记得他那个手很粗大 哎这个时候每次我写作文啊 他就拿这个红墨水的笔啊 会给我写很多话 我不知道今天的老师是什么 但是我就觉得那个时候 这个王老师上初中的时候啊 你看他好像让我当语文科代表 他就会觉得哎 你的这个作文如何如何 似乎他觉得这个孩子啊 有点文采 就甚至于我就觉得他每次用这个红墨水笔 在我作文后边 有时候他给我的作文打的分并不高 但是他写的很多 我今天想起来我不知道今天老师怎么做 我以为是想全班你看50个同学 他要是都这么写啊 每个同学的作文后边 都写这么几十个上百字的话 我觉得要叫我的话 这一晚上搭出去都不够 肯定不是个个都写 可能是特别喜欢你 我觉得是或者是对 你们印象中的老师 我反而好奇你们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有时候就不太了解 就跟我同代或者我上两代 比如是在大陆学习的经验 怎么样 因为我小时候在台湾跟香港念书 我们那边就你知道台湾的时候 不是正好我小时候念小学的时候 正好是大陆还在文革 那台湾当时搞了一个搞对抗 搞一个对抗的运动 叫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听说过吧 那这个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呢 就特别强调所谓传统美德 就是要跟对岸对着干嘛 那么当时呢 就特别强调要尊师重道 但台湾其实本来也就很强调尊师重道 但那时候就更夸张这个件事了 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的氛围是 不管这老师也有坏的 比如说中学里面也有些不好的老师 我小学老师我都很怀念都很好 但就算你好也好 坏也好 你不喜欢他也好 喜欢他也好 整个表面的那个规矩格子格式都在 我小时候也是 虽然也是咱们也是文革末期啊 但我觉得我们还是挺挺怕老师的 或者说就是老师还是个 我你像而且呢 那个时候的老师 你看留在我的记忆里的 就都是一些碎片 我记得我还有一个历史课的一个女老师 叫黄秀和 那是还是我们的这个高中班主任 你看啊 他会把这个历史知识啊 编成这个顺口溜 然后让这个学生们记住 我现在很管用 你看他编上顺口溜 我还记得一百七十万年前 袁某人生活在云南 他都编成这样的东西 然后呢 他那个 我记得他当时就是现实主义的 就是说 你们都应该考上大学 所以我要想尽一切办法 让你们能够过这个关 经常让我们做那种题啊 这种题就是说 你们你们的考大学 你这个是讲中学还是高中 高中的时候了 闻到有没有什么对你 你觉得对你一深度 有重大影响的老师 或者有有有 当然有 当然有 比如说我们小学的老师嘛 就我觉得影响最大的 有时候我 反而是小学的老师 对 因为小学老师有时候 会不知不觉的时候啊 就定了你某种方向帮你 在你人生在那个很很粗糙的 同盟的状态底下 他等于把这个牙往哪长 这个东西给你做一个定向 所以我觉得小学老师很重要 我小学的时候 比如说教过我的好几位 我们整个学校老师都很好 好几个班主任老师都非常好 什么叫好呢 我举个例子 他很鼓励我们问问题 很鼓励我们说话 甚至到一个程度 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我们中文课 他我们那个当年的中文老师跟班主任 小五小六都是他嘛 他就已经不上课了 什么叫他不上课呢 是这样 他会把课文分成几个部分 就分我们全班分组 你们这组负责讲解课文大意 你们这组讲生字词 让学生来上课 我们一组一组轮流上去 讲我们该讲的事 他就在下头看着 你有问题有什么的时候 他在跟你说 我小学的时候的老师啊 我觉得说起来也很诡异 你看我在微博里讲啊 当然讲这个可能有点 怎么不好吧 但是我发现很多留言呢 他都讲到了他们的性幻想 跟女老师有关 你说有意思吗 肯定有了 我小学的时候 有个班主任的女老师 你可以说啊 我见到一个年轻女性的这个裸体 反而是她 怎么会被你见到 这也可以拍阳光灿烂日子了 因为啊 我们那个时候你知道北方人洗澡啊 哪自己家里哪能洗澡啊 都到澡堂嘛 到澡堂就工厂里有个澡堂的 我们上的那是子弟小学 我妈呢 就是到我很大的时候 那妈妈习惯还带着我去那个女职工的澡堂的洗澡 以为我是小孩 哎呦 其实你满脑子都想的不晓什么东西 对吧 不是 我就最初就是一般女工我也没放在眼里 但是我就趴在那个那个池子里 周围都是女的在洗澡 我趴池子看 突然见这个夕阳的阳光 逆光照过来 然后我一看 我的小学班主任的 女老师 哎呀 缩约的这个曲 这个曲线 画逆光走过来 我就看见她 然后站到我妈妈旁边 俩人俩女的 一般聊天 一般糊涂我脑袋 你多大 那小学一年纪吧 啊 小学一年纪还能醉 他心目中的好老师 原来都这样 刚才讲 大家不要看 《墙墙三人行》的枝叶多么繁盛 大家现在看到了她的根 这就人生定向 人生定向 三岁定八十 就是六七岁的时候 在女澡堂里的一看 我们的三人群 十八年就是这样了 闭上眼睛 就是那个画面 我绝对可以拍出那个电影了 真的 哎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老师者呀 传道授业解惑 还竟然启蒙呢 什么性 就是这样 就是enlightenment 对 就是一道过来 点亮了你了 子东老师也是 我呢 父母去了以后呢 其实现在每年的 前年初一啊 都是看老师的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我呢 写过两次硕士论文 一次博士论文 所以我正式的老师呢 就有三位 这个钱古荣先生 陈炳良跟刘凡 那么当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 钱先生 钱古荣 他很有名 但我想讲的是 另外一个 许杰先生啊 是文学研究会的老作家 我考研究生之前呢 因为这个 我父亲跟他同乡啊 我有一次去拜访他 进到他那个住院的门口呢 出来一个大概看上去 六七十岁的一个人呢 穿得很脏 很邋遢 然后啪唧吐一口 弹在地上 那个泥地 吐了以后 用脚擦一擦 走掉了 我非常好奇 我想许先生这么有名的专家 怎么家里来了这么一个人 我进去就问他 我说许先生 我说刚才来的是一个工人 还是什么 他说不是 他说这是五十年代中的一个学生 这个学生怎么回事呢 他一讲这个学生呢 我当时一算这个年龄呢 他应该只有五十来岁 他看上去像七十岁 他说反右的时候呢 这个老师是右派嘛 许杰先生 许忠祐右派 学生要批判揭发 这个学生呢 就站出来说 这个老师啊 他是宣传爱国爱党 不是右派 结果呢 你知道按名额比例 这个学生就划成右派 老师右派呢 是从小洋楼搬到平房 从三百多块 变到一百多块 学生一坐右派 就流放青海 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在那里 二十多年以后通知他 说错话了 对不起 话错了 他呢 在那里结婚 离婚 精神有问题 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 现在有通知 可以回到他的家乡宁波 回来 他现在回来看老师 已经像七十岁一样 就门口吐那个坛 我这个事情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的 这是我的老师 这也是我们的同学 他们在五十年代 我后来回华东师大 他们说我是杰出校友 我就把这个事情讲 我说这也是我们华东师大中文系的杰出校友 今天要有什么事情 有学生肯站出来 平良心为老师说话